今天这盘时间点大盘下跌53点 目前来到8266点了 盘势一天涨一天跌 升息降息 这一来一往之间 带给盘势好像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这时候把握重点交给专家 为你请到的是古奇龙哥 龙哥你好 曲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龙哥就像我说的 美国升息台湾降息 是今天大家一直每集在讲的关盘 重点 好那除了这个方面之外 大家这看起来油价下跌 好像在盘面上也影响了 比如说美国股市 然后呢美国股市当中 又影响到了亚洲股市 整个这样一路看起来 都在做一个 这个一把动全身的表现 台湾股市很重要了 现在到底怎么看呢 这个台湾有降息 然后呢这个国外方面 国际股市又不是很稳定 所以接下来 我们本来很高兴的 多头气势还会存在吗 好其实昨天又跟大家提到嘛 今天我们关盘重点 其实就只有一个 就是大盘不要去跌破8217点 他就可以维持一个多方的控盘 那今天开盘的时候 受到一个央行无预警的 降起的一个影响之下 所以开盘开低 但是可以看到说 他开盘的成交量 是处于一个萎缩的情况 这代表说空方的追加意愿并不高嘛 加上他也没有跌破8217点 他最高最低啦 最低来到了8241点 并没有跌破8217点 所以他就是维持一个多方的控盘 这个就没有问题 只是说 央行无预警的降息来讲 我个人是认为说 降息当然是有好有坏 一方面他是要刺激资金的需求嘛 要变成说资金较宽松 但是这个资金宽松来讲 降息半马来说的话 资金其实释出的并不是有限啦 而且重点是 他还需要时间来反映这项利多 但是我是认为说 他背后代表意义可能更可怕 就代表说央行其实蛮看坏明年的景气 尤其从他降息的几点声明来看的话 其实他对未来景气的展望 看法是蛮保守的 因此我们投资朋友 这时候虽然说 是维持一个多方的控盘 那你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没有问题 但是未来只要一遇到盘式转空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先适时的减码 以免说大盘一个快速的回撤 造成自己的损失 好所以说呢 感觉上目前的操作策略 会不会来做一些改变呢 怎么关心 目前操作策略来讲的话 我们既然是一个多方控盘之下 我们持股一样嘛 就是一个偏多思考偏多操作 所以持股都三成到五成 但是如果说大盘站稳8253点的话 其实昨天就站稳了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增加自己的持股 那你在增加持股的同时 你要记住 你的持股水位要有获利再去加码 那除非说你是买新的个股来讲的话 你也是要慢慢的分批的增加 而不是一次就说 就把他持股的压满 万一 万一啦 如果大盘快速一个回撤之下的话 你就容易受到伤害嘛 例如说今天开盘忽然就回撤了 回撤了8241点 这样造 你在个股上来讲的话 就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那我们操作上来讲的话 尽量还是三成到五成 然后有获利的 有获利的状况之下 再慢慢的加码 那空方呢 空方当然是要等大盘转落嘛 大盘转落你才可以偏空思考 偏空的操作 因此在操作上来讲 空方目前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况之下 等到大盘如果说破8217点 有一个正式转落的时候 你再去进场做一个操作 好看到了目前为止 今天亮大股的追踪 好像跟昨天来讲都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比如说亮大股看到了 还是在这个陆股ETF联动个股上面 包括了护身RX上证RX来做一些表态 最近要看到了现在有些转强讯号 今天维持在尾盘的时间点 还有来到一个高点附近做收盘 好这个陆股转强的ETF概念股 看起来现在在盘面上面的希望 是不是还是有在做存在呢 其实看到陆股ETF 就是在两三天前跟大家介绍之后 其实它都处于每天上涨的情况 这就代表说它下面的支撑 其实是蛮强劲的 因此我在那时候看到 观察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才推荐给投资朋友嘛 那推荐以后它也是持续的量增的上涨 所以基本上 如果说你对ETF有兴趣的 你那时候有进场的话 基本上你现在就是虚报嘛 等到它未来是不是有过高一个可能 因为它近期的高点大概在14.47元左右 那如果说它有过这个新高 而且是有量配合的话 那陆股其实基本上也是要过一个波段高点的 那这样操作上来讲的话 你就是随着让获利去飞翔 你才有机会做到一个大赚小赔 所以之前有进场的时候 我建议投资朋友 这时候你就是续报就好 那如果没有进场 想进场的呢 等待一个亮桌拉回时间点 你再去做个进场 不一定要去做个追价 那你这样操作上来讲也会比较安全 嗯哼 好另外看到了今天盘面上面像LED 太阳能涨跌互件 LED当中最后收盘有一些个股市收在平盘之下 如果说像是东贝2448的金店来看的话 涨幅收链来到尾盘都有一线的卖压喔 那节能族群也是一样 有一些个股在领涨 不过今天有一些个股在尾盘时间点也是表现不张 看到绿能尾盘还有拉抬6182的合金 在最后尾盘的时候是收在平盘之下的 所以太阳能当中的指标观察的重点跟之前一样没有改变吗 嗯 基本上节能股跟太阳能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他资金就比较弱了 有没有 对 之前就有跟大家说过他如果说转弱的话 因为资金会回到一个电子零组件 所以今天其实涨的是什么 涨的是营收好的 加上投信有在加码的投信的个股 也一直有跟大家介绍 等一下可以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个股来讲是今天盘面的重点 所以在太阳能或者说甚至于 可以讲到刚等一下的生计来讲的话 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量缩拉回的情况 不过要注意就是说 如果说太阳能他法能筹码还是在的话 基本上量缩拉回你就是可以去注意买点的嘛 那如果你有进场勒 如果说你获利已经有拉开 基本上我是认为说蓄报就可以了 如果说他打回一个十字线有个支撑的话 未来他股价在带量又有一个创新高的可能 所以你在拉回的同时 你反而可以做一个虚报的动作 甚至于拉回你可以去做个加码的动作 那资金流向 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资金会流向一个电子零组件 就是营收表现好 那法能筹码也在里面 因为12月是什么 是做这样一个月份嘛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跟着法能去操作的话 相信你在操作上会更加的顺利 好在盘面上面可以看到了 在LED太阳能股 现在有一些资金在做一个流出 那关心到今天的这个个股 刚刚有讲到了内资在买盘的一些这个标的 包括了像2456的奇力星 内资现在还在买 但今天盘面上为什么开始有一些转弱迹象呢 还有关心到的像是2455的全新 这全新也是内资 这头信买得非常的抢眼了 今天还有创下波段新高 也算是盘面上面表现很抢眼的 但是8086的宏杰科 却是往下的来做收低动作 现在这个头信方面买超的个股 好像年底做这样行情在这个时间点 有出现了一些不同调的状况了 所以说这个多空在征战吗 我们这时候又怎么样来做一个 筹码上的关心呢 好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在操作上来讲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法人筹码的流向嘛 因为他资金有流向 那法人筹码他其实他资金也会流向 那基本上12月我都是以一个投信为主啊 所以都是观察一个投信有加码的个股 因为第一要有营收 投信又容易去加码 再来就是投信加码都没有出拓的个股来讲 我会比较注意 例如说像PA三雄来讲 我跟大家推荐是 后来推荐是什么 是2455的全新 因为全新来讲他是后面才转强 加上后面投信才刚进场 所以他的成本也在这附近嘛 他如果想要获利是不是就要 要把股价往上推升 因此在操作上来讲的话 你去买全新来讲的话 一定会比宏杰科来的好 因为宏杰科来讲的话 他是投信之前买 他成本可能已经有稍微拉开了 所以他不一定要去积极的作帐 他就有一个获利的现象嘛 但是2455全新来讲他是 后面才去做个进场的 因此他必须要把股价做一个拉抬 他才有获利嘛 他基本上绩效才会好 因此后面才一直跟大家讲说 PA三雄来讲的话 你要去注意2455全新 而不是8086的宏杰科 那现在看他们走势也是证明说 那时候我们的讲法是正确的嘛 因为2455全新今天是创下波段的高点 而且是有带量的创高 因此我认为全新来讲的话 他的股价非常有机会上看 52到54.5元 因此你之前有听我们 看到我们节目有进场投资朋友 你就续报 等到他一个 如果说他是一个量数上涨 你就做一个获利了结 因为如果说那时候进场到现在 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将近20%的一个获利了 所以你就是续报着就好 等到他一个量增的上涨 你再做一个获利了结动作就可以了 嗯哼 好这就是那个这个盘面上面 对于抽马面的有一些关心的个股 今天散热双熊方面 线三二四的双红以及奇红方面 有怎么样来做一个追踪呢 好像看到这时候散热模组当中的 这两只个股 在盘面上面都相当的有来做一个这个卖压出来 好我们看到奇红最后尾盘还有来做一个敲出 这个整理的这个区块好像时间越拉越长 整理的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所以说在盘面上面 我们现在趁这两只个股 在整理的当中到底是好买点 还是说我们在这时候就转交到其他资金部位 要来做一个转移呢 嗯好 其实资金上来讲 你就看你目前持股状况嘛 如果说你现在持股状况来讲的话 还没有很多 你就去注意这种之前转强过 例如说三二最近在整理嘛 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 他未来再度出量一个进场的时间点 那如果说你持股已经很多了 你这种个股你就不用再管他嘛 例如说你有买刚才全新的话 你就不要再买散热了嘛 因为你资金来讲的话变成说 他们基本上资金目前大盘成交量 其实我是认为说也还没完全真正的放大 加上下礼拜外资要开始放圣诞节了 成交量来讲的话可能又会有一点萎缩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是认为说就看你持股的水位 如果你持股水位高的话 你就不用去注意太多个股了 你只要关注你像你手上的持股 是不是有转弱一个趋势 转弱的时候出场 之后你再来注意这种弱势的个股 那如果说持股所谓低的呢 我是建议你例如说像三二三三二四的双喉 我是认为也可以好好注意 因为投信来讲也是算上个月才开始买 他是在上涨的时候才开始买的 所以他成本来讲的话 并没有拉开的很远 那未来只要出现一个量缩回撤 只要再度出现一根带量转强一个机会的话 就是一个进场点 好我们待会再回来看一下收盘状况了 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刚刚分析师有说到 在盘面上面有一些个股是投信做账的标的 营收好的在盘面上面投信如稳买的话 投资人可以来做一个留意 那我们关心一下这个待会再讲到这些个股 来关心一下大盘最后的收盘状况 是下跌62点来到8257点做收 最后量有占上八字头 贵买指数下跌0.2点来到130点 在台指期进步位方面 在一月份的合约最后有往下的来做一个下跌 虽然说有回复到平盘之上 可是很可惜在这个尾盘时间点依然是有卖压 下跌51点来到8231点做收 好看到大盘在跌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有专家作证要帮大家找出好股票 分析师我刚刚说的 像是投信可能会选一些营收好的个股 那营收好的个股现在这么多 其实把盘面上表现 现在不一定都有冲高 那所以说投资人要怎么样选标的呢 怎么看 目前操作上来讲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是先找一个转强之后 整理个股再去做找买进的时间点 例如说最近营收表现都不错 一直跟大家提到说 像3189的景硕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的K棒 他其实整理了非常的久 整理了之后 是不是我就跟大家说是好好的注意 那他最近又开始转强了 甚至于说像2379锐域 也是一直跟大家讲 这是投信索马的个股 他还是缓缓的上跌 虽然说没有忽然说涨停来讲的话 但是每天都在上涨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涨幅其实也很惊人 甚至于我们来看一直跟大家讲说 大盘下跌 那他在上涨的是什么 3231的伪创 他在大盘大跌的时候 他在做一个高档整理的情况 那今天就带量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来讲 这就是一个节奏 我们在找一个转强个股之后 我们就等到他一个亮缩整理的时间点 我们再去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那你风险也很好控制 因为他亮缩拉回一定会有个低点 你只要守好那个低点来讲的话 你的操作上来讲 你风险就先控制住了 那风险控制住之后呢 你就是等待一个股价放量突破的一个机会 当然说每档转强股 不一定每档都能够转强嘛 能够再转强 但是你风险有控制住 你每支都这样操作 每次都这样操作上来讲的话 你长期就会做到一个大赚小赔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来讲的话 我们之前一直提到说 引收股加上投信作战股来讲的话 你就去做一个留意 像伟创 紧缩 那再来就是 刚才有讲到说 例如他后面还有2457的飞鸿也是一样 飞鸿来讲的话也是 他是之前就先转强了 那他在做一个亮缩整理的时候 你就去找个进场点 那进场之后就记住 收好停损点 等待放量突破的机会 那今天其实盘中还有一个现象很好玩 我跟大家提到 今天在大盘在12点左右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一个急拉 那期货有到反红阶段 那大盘也是接近平板 这是为什么 这是日本你可以看到一下 日本在那时候 大概在3-5分钟左右 就拉了2.2%的一个幅度 有没有 他急拉到2.2%的幅度 然后后来 发现 可能有什么问题 后来又吓杀回来 目前就跌了大概1-2%的幅度 那一来一往之间就3-4% 那我们在台湾也是 其实目前就是国际村 所以基本上 日本股市有变动 我们这边也会变动 我们可以观察到说 我们指数也在那时候去做一个急拉 期货也是一样 期货指数也在那时候做一个急拉 可是后来发现说 日本这个急拉可能是没有什么根据 有可能是说 他央行是公布了说 可能要持续宽松的政策 可是这个政策其实是被预期的 所以基本上 对股市不会造成这么大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看盘后的消息出来如何 那这个急拉来讲的话 我是认为说不是下错单 就是可能瞬间反映这消息 就忽然就淡化了 所以我们国际村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股市也跟日本也有联动 那那时候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那时候的时候 出现1300多张一张 一个大量的买单 那后面发现错了 他就变成十几笔的 卖单百张卖单又卖出来 那你在看盘的时候 你就可以注意这些现象 如果说 你遇到这种算况的话 我是认为说你就不要着急 你在操作上一定会遇到这种市场的风险 我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一定会遇到这种市场风险 但是你在操作上就不要心急 你看到这种状况 如果说跟你没有关系 你就是先观望嘛 不要说看到指数忽然在大涨的时候 你就很紧张 你就赶快去追股票或什么 万一像这样尾盘压下来 你可能马上就被套牢了 所以操作上来讲的话 这点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IC设计当中 327的原项现在来做一个转强 其实IC设计 还有像是6140的创伟之前 帮赵姐来做一个关注 今天创伟也是收在平盘之上 还有2458的翼龙店 这个呢是这个之前投信 任养的个股 现在外资也加入了这个买超 翼龙店今天有推升到近期的高点 所以IC设计当中 是不是也是有一些这个涨幅空间 还有可以网上的一些个股来做留意 像IC设计来讲 我推荐的这三档个股来讲 你可以看都是投信索马各股 例如我们看到6104的创伟 创伟来讲的话 他是从11月中以后 投信才开始做一个揭入 那投信其实买的还蛮高档的 所以后来回撤之后 投信其实就是处于一个套牢的情况 那反而说 这阵子来讲 投信又开始揭入 就是要把股价往上拉 他才有绩效 不过 IC设计来讲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题材性的存在 加上他也是台本习惠的USB 3.0的概念来讲的话 他有个题材空间 加上投信做账的情况之下 这个股价就容易上去嘛 或者我们可以看到2458 翼龙店也是相同情况 翼龙店来讲是从12月 投信才开始积极的加码 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短线 投信集中加码一档个股 所以我们在12月操作的话 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这种 投信索马个股 那再来看到3227的原项呢 原项来讲也是一样 之前跟大家推荐的时候 他一直处于量缩整理的情况 那可以看到说 投信之前大买之后都没有卖哦 那昨天前几天又忽然出现一个大买 所以像原项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我是认为股价是随时都有机会 创下波段高点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来讲 这就是一个操作的节奏 我们等到一个买进之后 只要他的题材好 加上投信 目前来讲是一个投信为主的情况之下 他股价就有上涨的空间 好我们看到这些盘面上面 刚刚之前有帮大家关心到的是 IC设计个股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 其实蛮多个股 在之前还有来做一个留意 包括了车用零组件附近 比如说2355的进棚啊 现在呢235的进棚 今天还在横盘整理区间 不过稍微抗跌有手 是上涨6毛钱来作收 所以之前帮大家来做一些关注 说亮缩拉回可以注意的 今天有这种现象吗 分析师 今天亮缩拉回来讲的话 刚才齐宇提到235的进棚 就是其中一档嘛 它是处于一个横盘的整理 所以你就可以去找一个切入的买点 因为车用零组件来讲的话 也是之前资金蛮处勇的一个地方 所以资金在生计跟太阳能的流出之后 它可能又会去转入一些车用零组件 因为车用零组件其实也整理蛮久了 或者我们看到3533的加折也是一样 它除了营收漂亮之外 其实可以看到它投信加码也非常积极 而且是昨天才出现一个大买的情况 因此我认为说 这种之前有亮缩整理的个股之下 它只要再度过一个波段高点的话 上面基本上就没什么压力 所以你可以持续去留意像3533的加折 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3152的 那个紧的或者是6285的起机 这些无线通讯的题材之下 让它营收都很漂亮 然后加上它投信又有加码的情况之下 我是认为说 这种类型的个股来讲的话 它股价随时都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好看起来在盘面上 虽然说大盘在跌 但是如果抓住重点的话 也许还可以让大家赚红包钱 好明天的关盘重点 应该说是下礼拜 下礼拜的关盘重点要怎么样来做个关心 再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好下礼拜来讲的话 我们大盘先观察说 8217点不要被跌破 8217点只要不要被跌破的话 基本上这个大盘就维持一个多方的控盘 但是要注意哦 如果被跌破呢 你就要赶快适时的减码 以免说这整个大盘又再度的快速回测8000点这个大关 因此我们在注意8217点这个关键价位要特别注意 是 对千万不要被随意的跌破 再来就是台积电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带量的占稳144.5元 因为它的每次都突破一下又下来 像今天来讲上去又下来嘛 所以它都没有办法占稳一个144.5元的话 这对一个大盘的成交量 甚至于大盘指数的话也是一个伤害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法人期货跟选择选筹码 虽然说外资目前来讲 期货它是一个偏多布局的情况 但是它在这几天来 昨天来讲的话 上涨其实并没有顺势加码 这代表说 外资可能在这边来讲 对指数可能也有个高档的疑虑 因此它投信 它筹码来讲的话 不可以被连续的出场 它多单如果连续出场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盘式转落一个警讯 好所以说这是下一周的关盘重点 提供给投资人做留意跟参考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不管是盘式还是个股 我们都可以来加入88988 台股来就发分享团 要向FB来加入这个社团 另外可以打服务专线 080061588 来问问股奇龙哥 在股市方面的发展 还有个股方面的变化 为大家时常的最新掌握买络 好我们看到了在今天的盘面上面 以到这个时间来讲 谢谢龙哥带给大家的全面解析 虽然说国际股市蛮动荡的 台湾方面也有一些不安的疑虑 但是要听看我们的节目 抓住重点 时时刻刻为大家来做关心 大心目中的大石头也许就能够放下了 好下周同一时间不要忘记台股线上台股搜查线 在这边为大家来做关门 为大家来做服务 我们谢谢龙哥到现场 谢谢 下礼拜的精彩节目 同一时间再来观看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